接下來就是要開始罷免 王宏威委員說 我們一個都不能少 我很感動 幾乎在後台流眼淚 講著講著就哽咽了 徐朝鮮接過遞來的衛生紙 在國民黨第一場 國會改革說明會上 主動提起被罷免 雖然最快得等到明年二月 才能起跑 但現在就先催票 民進黨說他們是青鳥 我們是藍一 我是民進黨裡面 在綠營仇恨值最高的那一個 我並不怕罷免 我的票要比民進黨吹出來的票還要高 大家說好不好 在綠營仇恨值最高的 大概就是徐朝鮮 外洩外交的機密 或者是關於他家人 是不是涉及到詐欺 那這些問題都是徐朝鮮的爭議 也可能是罷免他的一個正當性 徐朝鮮不只自我點名 也被綠營評估仇恨值最高 各大社群平台已經開始動起來 IG名稱 鏟除黑心 鬆信團隊 質疑提不當黨產修正 自己金流卻交代不清 認為大罷免實在是以不可避免 要團結然後要擴充馬路 基本盤動也很重要 對比徐朝鮮的鬆信 鐵籃票多一旦計畫罷免投票 對於大選只以三千票 賢勝蘇智芬的自家雲林立委丁學中 賢勝的區域立委們將是首當其衝 中間選民已經不支持 或不看好國民黨 或者是說民眾黨也採取不表態態度的狀況之下 國民黨新科立委的狀況會非常的危險 一旦罷免烽火點燃 徐朝鮮催票策略衝高不同意票 說好的一個都不能少 全市結構五五波的欄尾們得先繃緊神經 三十文成績節為我們選擇S1小組 台北台南報導